有時候在研磨的時候 滑過會冰 那那個冰有沒有 每次都是很大力會吐到的 然後每次都造成 我記得都是我無名字或是小虎字 因為你一畫下去之後 而且又吃得很深 那個每次都是很痛苦 所以我會建議同學三分以下 用這種方法去研磨會比較好 那當然 為什麼我會用另外一種方法研磨 因為我是不是從最大隻的 磨到最小隻的 到後面這個平整度 我要不要很要求了 我或許可以沒有像磨寬的 不知道怎麼這麼的要求 可是當然還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說我的要求程度 我可以不要那麼高了 這時候我就會用 就剛剛後來講的 我就去磨這一段就好 因為為什麼我要這樣去磨 反正我都已經到很後面了 我都知道已經好 反正我磨刀石下一次我再整理就好了 可是一開始為什麼不要 因為一開始的話 如果我一開始我就這樣去做研磨的時候 好 你都是用人 這段是凹的 這邊是怎樣 平的 你要高嘛 對不對 那你這樣子再整是不是變得很浪費 你變得 你的磨刀石沒有辦法做很有效的利用 所以尤其是三分以下 我大概就會建議你 短向研磨 為了同學們手的安全 短向研磨就好 但是只有三分以下喔 三分以下就不要這樣磨喔 首先貼補刀 然後再洗裂 你要企劃嗎 寫什麼的 就貼寫一寫 貼補先 無名指的 好 不要喔 當中先收到無名指的 不要喔 當中先收到無名指的 不要這樣講就好了 哈哈 不要鼓勵 好 適合你打到研磨 你不要打到研磨 好 這我就會做短向研磨 那當然 我要不要去整他 我還是要整喔 還是要整 當然如果你一直沒有整他的話 你這樣做短向研磨還是會有問題喔 OK 只是說我們可以用這個方法 大家要記得 一直在磨刀的過程中 我要不斷的保持我的什麼 磨刀石是平的 好 這非常的重要 好 有時候那不多久才寫成一切 這個喔 我建議 我建議 你說磨磨磨磨 當然我沒有辦法跟你很明確的講時間點 我只能跟你講說 你覺得 第一個 尤其你發覺到你這個地方怎麼磨不磨 你就要去檢查了啦 好 那當然 我像我自己的話 我是磨到後面 我磨到 我在磨我會發覺有點怪怪的 而且好像沒有整個完全細孤獨 我就自己知道 要 要整 要整理的 可是同學沒辦法嘛 那我就大概 如果你要我給你一個時間的話 你大概五分鐘十分鐘 你自己就check過 就是 會比較好一點 那是擔心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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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 那插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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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 我們就多短相就可以了 OK 好了之後 再回來磨 這一個鋼面 因為這個是真的我吃了很多次虧 我去想出來的方法 這大概在書上不會有人這樣子叫 因為以前那個磨完想說奇怪只要每次磨三分以下 只要一不小心就受傷一不小心就受傷 所以這次請同學們可以 這是我用血換來的 我可以把它吸收起來用 我是說真的 這是從學換來的 老師請問一下如果一段落木結對不對 差不多才來到了 拆一次就把一機就出去了 那有沒有辦法克服這個問題 這個喔 這個是無法克服的 像那個松木啦 或是說那個雲山 手塞石那樣的東西 只要拆一次之後你知道嗎 木結對不對 那你就報銷了 通常是沒有那麼誇張 我做過我通常是覺得沒有那麼誇張 我做過我通常是覺得沒有那麼誇張 都是走短向的 嘛 我按得到這裡 我按得到馬鈴鐺 就好了 做到馬鈴鐺 這樣上去 我按摩 那 某的順序 大小 要刻意去排嗎 還是說所以 我剛剛講 我會從最寬的 一直包到最寬的 通常我自己在 像我自己在整理我自己的刀子的時候 第一個啦 我一定先從包刀開始整理 損耗會最少嗎 對 應該怎麼說 不是說損耗